过去十年间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 手机变成了农具 直播变成了农活 还有更多的新农人回到农村 农村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内地的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达到2900亿元 农民增收获得了实惠 当然也给部分农民带来了新的烦恼 到底他们在想什么呢 本台记者在农村的田间地头 还有直播间里和他们聊了聊 一起来看一下20大前瞻系列 我们的美好生活 二 一 杀 是这个离的 要起来 要起来 这就大家一百 一千 大了二百 现在就没下播了 祝大家晚安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晚安 今天一共下单是四千三百五十单 这是今天我们的成果 这是要多了将近五百单左右吧 还是咱们霍老师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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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确实是吃了不少东西 感受到了你直播带货的一个辛苦 为啥我们晚上晚饭一般我不敢吃 一间大仓库两名工作人员 再加上两个主播就组成了 网红农民带货直播主 泥土的清香团队 每次直播能卖出三千多单各种农产品 打包发货都是找附近的农民来打工 这是一片花生地 它踩上去并没有大家所熟悉的 大地的那种紧实感 很容易就陷进去 因为这里是早年的黄河泛滥区 留下的都是黄河的泥沙 这里并不适合种植 小麦 玉米 这些主要的粮食作物 它的产量会比较低 但是它很适合种植的是 花生红薯这样的经济作物 这些经济作物 每家每户种一点 自给自足 可以如果种的量很大的话 那就需要一个畅销的渠道 泥土的清香最初直播的时候 并没有带货 只是播一些干农活的场景 反应很好 每次直播都能新增几万粉丝 我们第一次直播 拿了手机然后开播了 不知道说啥 第一次开播播了一个多小时 几乎没说话 紧张归紧张 还是想办法给咱多的沟通 雨量稍微流畅点 你看他也跑了 他也跑了 他其实他有时候 他也是紧张 你看他脸上明慌慌 也是出汗了 农村生活追求的一部分粉丝 和消费的这部分粉丝 如何去平衡 肯定有很多网友的批评 18年19年 那时候做好多人在下面说 你这个人心黑 然后赚我们钱 二道饭 然后那个红臭味 但是现在我们基础还是做一些 做好自己的农产品 根据各直播平台的数据 目前各平台的农民主播 平均都在10万人以上 遍布2000多个县域 据商务部农业部的统计 目前农村电商突破1300万家 2022年上半年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2900亿元 网络直销 农民得实惠 对泥土的清香 这些农民主播来说 现在的难题是怎么走得更远一些 这是另外一种经济作物山药的种植地 种一次山药之后 这块土地要休养生息 至少10年以上 才能够再种山药 而挖山药也不容易 需要首先挖出一米多深的断面之后 才能够完整取出这样一根山药 几千年来 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高 这种健康的食品 山药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山药来之不易 在当地就进行了很多的深加工 来增加山药的附加值 加入山药粉的面团 一颗颗跳进油锅里 出来就是麻花 山药粉也加到面粉里 制成了山药面条 山药粉 山药礼盒 处理好的生鲜山药 深加工产品 再加上时髦的设计 正通过各种渠道走出农村 我觉得回来当农民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王瑶是个80后 在互联网企业工作过 也带着山药到全球 数十个国家旅游 成为一个新农人 每年种800多亩的山药 企业 合作社 农户 加起来产业链上 已经有数百人 新农人不是回来说是 他是去当农民 去种这个东西 而是说新农人 带了一些新的理念过来以后 带动这些老农民 去重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深加工的一个提升 去改变山药的这个副价值 新农人回到农村 让农产品加工 也更加标准化 也给更多的农民 提供了就业机会 最起码生活为保障 有生活为有保障 要在今年过来种呢 卖动一步难呢 而且价格手上也高了 我用了十年 别前十年喝过来都 千年喝过来 千好吃 希望就是有文化 有文化水平高一些的人 凤凰卫视 霍卫卫 王磊 河南开封 焦作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